其實我是車子故障 那車子故障停在路中 我沒有妨礙到誰 沒有車禍 本來不用做 可是我想 他說有民眾報案了 有民眾 有檢舉人在旁邊 我趕快請警方說 那你一定 務必幫我做酒測 那我從來 我這樣長這麼大 頭一次做酒測 所以我就跟他 對 然後我就做了酒測 0.00 那我要離開派出所的時候 有一位記者在門口拍我 那我就跟他說 他在拍了 我就說那你再進哪一次 你再進哪一次 我又跟警方又借了一次 所以我就測了兩次 第二次我是在 這一個記者面前 我測給他看 因為我跟他一直在拍 那我就是跟他說 因為昨天是這樣 我昨天在議會 議員立委 官員有什麼特權 那其實我們這麼民主化的社會 那現在大家手機啊 錄影設備很多嘛 很方便 那麼做目規規之下 不敢有任何公職人員 去要求任何特權 我是公職沒錯 可是他不要忘了 我公職我會更體認 我自己的社會責任啊 我們不可能說去喝酒或者是去造勢 然後要什麼特權沒有 昨天是我主動要求 那個酒廁我主動到派出所 我說我要把這個事情講清楚 因為越來越多 警察越來越多 我想報案的民眾很熱心 但是有人可能有誤解 因為他一看說啊 那個是議員 那就在想啊 是不是應該跟他 九策看看 議員不好意思 那個因為蘋果日報有寫說說 這個 你那時候當下有抱怨說 這樣議員連個屁都不是 你沒有這樣講嗎 不是啊 啊講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他要寫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 我身為公職沒錯 可是我規規矩矩啊 那我車子不能壞掉嗎